房市新闻轻松讲 建案消息随便聊 泡杯好茶 你先来收听的是房老吉 关心你的房市幸福 我是房老吉 我是大院子 我是茶汤慧 今天呢要来聊的是这个 前阵子啊房市大多头嘛 对 非常热络啦 因为前几年是经济面的推升嘛 然后后来又有这个 新清安的加温嘛 那就是市场状况一直都还不错 然后因为最近那个满水位嘛 市场有就是转为 比较观望一点的气氛 对 那我就看到一则新闻 这个余温到底还在不在呢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 房市多头余温人在 新县市新岸均价 接创历史新高 根据实价登陆资料显示 统计七大都会区 历年第二季平均新岸成交行情 其中不仅七都房价 皆创单季历史新高 且台北平均新岸 单价首次突破120万元 而新北桃源也双双达到 六字头与四字头大关 那根据专家分析 上半年股房联动效应 惊人且机能成熟的都会区 不分南北 各有不少房市话题 致使全台新岸均价续创新高 那根据实价登陆资料 会整包含新竹县市等七大都会区之区域 预售交易并统整出 今年第二季单季成交行情 统计显示台北市第二季 平均新岸单价约123.8万元 不仅为各县市最高 与2023年同期相比 涨幅约17.2% 也是七都之冠 新北市第二季新岸平均行情 约每平60.4万元 为历年来首次单季行情 突破60万大关 桃源市第二季新岸单价 则为40.2万元 也是首次平均新岸 房价占上四字头 专家表示大台北地区 房价走势惊人 其中北市长期价位为全台之首 不过过去由于房价积齐较高 涨势有所受限 为近期受惠于淡黄区都根 为老改建议题 加上土地价格寸土寸金 使得新岸单价一飞冲天 新北桃源近年来 则有捷运与高铁等议题 区域与北市交通越加便捷 大台北生活圈逐渐成型 慈禧北市人口持续迁移 致使房价外扩现象明显 值得注意的是 以往房市表现亮眼的 大新竹与台中市 第二季新岸成交单价 分别为49.3、49.2万元 与去年同期相比 涨势接不到一成 专家指出 大新竹地区受高科技 产业人才带动 台中市近年在北屯、西屯 及南屯有重化区 与捷运等议题 两区域房价常年有所支撑 为近年来区域发展饱和 建商逐渐往房价较低的 蛋白区差期 致使新岸涨势限缩 至于南俄都的台南市、高雄市 第二季新岸行情 则约35.3、37.9万元 其中高雄市与去年同期相比 涨势达13.1% 位居七都亚军 专家认为南俄都有半导体 龙头产业进驻带动 且高雄市近期产业发展强劲 男子桥头周边行政区 皆吸引不少建商差期 在新岸持续叠价之下 价格颇有支撑力道 那专家也提醒 虽然说全台不分南北 新岸价位持续创新高 为下半年面临银行现代风暴 且各大行库将限缩 建商余屋贷款等传闻不断 对新岸销售天增不小压力 对购物人而言 新岸市场受政策与经济局面影响 前景诡决多变 此时观察建商实力强弱 慎选物件品牌与区断 才能保证爱屋房价 不应市场多空因素而优缩起落 他这个分析 因为他是说在前两季的分析 所以他的热度 在讲的也是前两季的事情 没错 从前两季之后会是怎么样 他说诡决多端 虽然说就是之前有讨论过 台商回流的资金买盘 但是我怎么有种觉得 还是我的错觉 我觉得下半年 是不是在预售市场的部分 这个制住是不是有机会去看看 好了来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 他刚刚里面有讲到一个跌价 我们先说明一下 他讲的跌价是 价格一层一层跌上去的跌价 不是价格跌下来的跌价 其实他这里面讲的这个内容 不知道为什么那么刚刚好 跟我们在八月份做 好像是九月份上的 这个会员的影片 里面有的一份报告 好像是有点雷同 那里面我们其实的会员频道 有讲到 现在台北市他这个涨幅 有涨到17.2% 也就是说我们之前 在会员频道讲过来 就是说要回防市中心这件事情 或者说有回防市中心的这件事情 其实在数据上是看得出来的 其实在第二季就出来了 也就是说我们在讲这件事情的时候 也刚好是在第二季 对不对 没错 那第二季也刚好呈现是这样的结果 然后再来是我们 其实我们也有讲到这个新竹的部分 那新竹其实当然现在的状况是 他的热门区域 譬如说竹北 大概也没有太多建案可以推了 所以现在推的是比较周遭的区域 所以也感觉好像 反而是把价格平均往下拉了 不像是前段时间 因为都在核心区域 其实核心区域不是说完全没有地 有一点点地 但是那一点点地 现在还没有要改 对不对 没错 那等它再涨一点 才会可能再推新案吧 那所以这样是变成是 好像平均把它往下稍微拉了一点点 然后再来是我们其实也有讲到 针对南俄都的部分 那他的投资跟炒作的气氛 到底有多少 其实我们都有稍微讲一下 然后再来是你刚刚讲的 没有错 这个余温 它其实是上半年的 最近的状况是什么呢 最近你只要在央行 还没有给正确答案之前 可能这一集上的时候 央行已经有答案了 但是在还没有上之前 这段时间 暗场的来人数 基本上都是比较少的 都有受一些影响 更不用讲说 这个仲介的中古城屋的案件 大概是这个冷冰冰 真的 我有看到另外一则新闻 因为前阵子不是房市很好 应该说前几年 所以那时候开了很多 那个仲介的那个店 然后我就看到一则新闻 说今年年地 应该就是该收的会熟熟掉 就市场不好 对这个很正常 这个是已经好几次了 你只要看中介店开始 这个收大概就差不多 其实我跟你讲 我不知道是在会员频道讲 还是在我们一般的频道 就是有讲说 我每一次只要看到那种 海外地产的广告很多 我就会觉得 是不是房市要开始 稍微偏冷一点点了 这个每一次 这个完全是 你可以说是像是联动的关系的 只要每一次就一定会出现 很奇妙好像是 那这样的话 我应该是在会员频道讲的 我有点忘了 但是很奇妙 几乎都是这样子 因为只要是 不知道为什么 可能台湾房市不好 或是有打房等等一些状况出现 那就会有一些海外地产 因为还是有些人想要买房地产 资金会溢出去 对对对 反而就投资到海外去 那海外地产 当然我们讲 我们没有涉略 我也在这个海外地产 曾经听过很多伤心的故事 那这个还是要去找专业的 但是只要每次有这样的状况 我就会有一种 就是莫名其妙的联想 是不是市场要开始冷 冷归冷 我不能讲说 它一定会叠价 但是市场会稍微比较冷一点点 那我们之前也有讲过说 看来应该是明年的下半年 应该是这个力道会更弱了 那比较更适合 可能自助去选货的时候 选货啊 跟你去排队 人家给你什么 你就是什么 那是不一样的 你选 你可以去选你喜欢的 就像是以前 就是有些老板 晚上去一些这种娱乐场所 那他进去 如果说很客满 人家筛给他什么 他就只能接受啊 我来花钱 又不能选 他坐旁边就觉得酒很难喝 但是有的时候 你可以选的时候 你心情就很好嘛 对不对 至少赏心悦目 你都要花钱了嘛 这就是差异 你都会花到那个钱 对 这笔钱也不是说很便宜 都会花这一笔钱 但是有的能选跟没的选择 那是两回事 一股毛钱啊 对对对 那你刚刚讲 你有讲到资金盘的部分 我们之前讲过嘛 资金盘他其实他这个时候 他在买预售屋是为了什么 他是为了买中股屋 然后再重新装潢 然后出租赚钱 还是重新装潢 转卖赚钱 还是他是买预售屋的指标案 指标案 然后让他的资金可以存放 然后让他的风险保值 就是风险降低 他是选哪一个 最后一个啊 对不对 所以他就是 他主要的是 他要去保护他的资金嘛 对不对 那你现在 好农历 我们之前也讲过 农历这个民俗月的时候 我们一般人不在意了 但对这些老板 他们还是在意 对不对 做生意的嘛 很在意 所以他们会缓一缓嘛 对不对 那你现在的这个 央行的这个状况 不确定性 他会进去吗 暂时还是不会进 因为他就是求一个 我要去规避风险 要去保护我的资金的 在这个时间 他如果觉得 这没有保护的能力的话 他就不一定会进 对 你说他不需要贷款 对 他不需要贷款 没有错 但是你现在假设 突然间 真的都完全不能贷款了 那房市的价格 是不是 一落千丈 我是不是更难谈 对 我不敢讲说 他是不是一定是会 因为你谈 你要去看指标案 可能你要他叠价 是有难度 或是他有可能是预售案 那你有没有可能这些预算案出来的时候 我价比较好谈了 因为像房市没那么热了 我把我的资金放在里面 这样是不是更好 因为你的这个价格 如果说稍微软一点点 就代表你之后 景气回来的时候 我的这个资产的这个增值 会大过通膨 那我保护这笔资金就有意思了 那我有个问题 现在大家都在设那个参考值 如果我们现在设定的参考值是 反正这群资金盘 就是会进到这个指标案的预设立场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情况下 因为我们都说资金盘进的时候 比较没有那么适合小白去买房子 可是如果小白现在在看的是这种 非指标案的房子 这样他没有机会捡到便宜吗 银行都这样子的 如果加上这个参数 有可能 之前是可能不会有这样的状况 对不对 那他就会形成一个炒作市场的氛围 为什么 比如说我旁边的指标案 我涨了20%了 那我不是指标案 我可不可以涨个5% 5%就好了吗 因为旁边指标案会涨 你懂我意思吗 所以他会带动旁边的价格 莫名其妙涨5%了 只因为人家指标案 价格开得很高 你就会骂说 那是指标案 那是豪宅 可能还不到豪宅 那是指标案 那是有钱人买的 关我这旁边的预售屋什么事情 那你就换个角度来看好了 你这个是预售屋 对不对 或者说你是新城屋 你价格这样子这么贵贵的 那关旁边的中古屋什么事 中古屋不就也跟着你涨吗 对啊都推过去啊 对不对 你就是会跟着涨嘛 那但是如果现在 连资金盘都在看说 现在的市场状况 我是不是hold一下等一下 那你说这个时候 自住的小白 有没有机会 我觉得有机会 但我不鼓励现在进去 我们原本的想法是说 可能8月份开始了 小白先休息 对不对 那那个时候刚好 没多久就是民俗月 说有可能有机会减肉 你如果说很想要看 你就去看一看 有遇到 真的很适合的再说 但是现在 我们所谓小白 你是真的是自住 但是这个前提是 我们到目前为止 还是认为 政府应该是不至于 让你自住 手够的小白去受伤了 应该是会想办法 让你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这个是我们现在目前的 立基点的前提 但如果政府要弄死这些人的话 那我们讲的都是废话了 那这样的状况下的话 本来是觉得 民俗月你就看一看 看能不能减肉 但是不要硬买 但是民俗月过完了 照理来讲 小白休息一下了 观望一下 因为本来你没有到 72条之二满水位 基本上一般银行 在下半年的水位 也比较 满了 不要说满 就是它比较高一点点的 水位已经开了 开一阵子 去年我们是不是在 11 12月的时候 就跟大家讲说 如果说你现在看到 这个不错的 你就签约就是注意一下 心情安的 你就注意一下 因为大概年底了 可能水位满了 就大家不一定会放款 明年应该是有机会 记不记得 我们在去年年底的时候 有讲这件事情 好 那你说你这个时候 要不要进行 预售市场看看 我觉得你想看 你可以去看 但是不要急 千万不要急 因为你自己想想看 你都已经进预售市场了 你还赌什么 你不会说你预售 你现在早一个月买了 然后你马上可以住 对不对 你怕说后面会 价格会拉上去 对 是有种可能 但是万一后面价格 拉不上去 或是有松动 这个上下的金额 是不是你能够承受的 那你要考虑一下 我是觉得 除非你是真的首购 你心情安去用 你去买成屋 可能你挑不到 特别好的物件 那你的计划都已经做好了 那你觉得你这个时间 这个你看的案子 跟价格 你都能够接受 那我觉得你去买没问题 因为毕竟 这个在贷款 可能是后面的事情 那你也要先问清楚 你找大的建商 配合建商 到时候 我就是 贷款就是给建设公司做 建设公司跟银行 谈这种整批的 这种分屋的 这种是比较容易 达成你要的贷款额度 但是前提是 你真的看到很喜欢 你很急的想要 不然现在我会觉得 等等 你等央行的 最后的状况再说 虽然说如果说 央行给过的话 可能对于房市来讲 好像又有一点点 鼓舞的气氛 但是总比你买了以后 你订了以后 突然房市冷 你还没交屋之前 周遭的房价 开始下修一点点 来得好吧 对了 你这个心理上面 可能你比较过不去 然后再来就是 你再怎么样 你这一波错过了 明年下半年 我认为市场的交易量 真的会缩 那这个为什么 我们在会议频道有讲 我这边就简单讲 因为会议频道讲很长 就很简单 因为你现在政府的政策是 看起来应该很有可能 给真正的自助手购放行 但是他对于第二户 第三户 或是说名下有房产 你要申请房贷 就是你有房产 但是你没有房贷 但你买个新房子 要申请房贷这种 譬如说换物的这种 或者说你是投资的这种 我觉得他会比较严格 那严格就会造成中股市场 你可能要去买第二户 第三户的人 你拿不到贷款 所以你就不玩中股市场了 对不对 你就等 一种状况你就等 要买的话 你就是全部现金跟他买 对不对 那另外一种状况 就什么 就是你可能会进预售市场 就这三种状况 但是你进预售市场 他的玩法又跟你在 做乘务的玩法又不一样 而且成本又高 所以他不一定会进去预售 顶多有些乘务他看看状况 所以整体的交易量会减少 中股市场先减少 慢慢他就会带动到预售市场 因为中股市场慢慢不热 那你预售市场 那变得是你现在推的案子 大家就有机会 我慢慢挑 对不对 那就不会急了 那不会急的话 是不是他的交易量 就没有这么的快 没有那么的大 那当然没有错 这个也有可能 建商在做土建人的时候 也会受到一点影响 所以未来的建商在推案的时候 可能推案的量也会减少 维持一个好像需求大于攻击的状况 尽量维持 但是不管怎么样 到那个时间点 整体的交易量慢慢下降的时候 其实他就会是一个 你比较好进场的时间点 甚至说你说盘整 你说价格要整个松动到跌 有点难 有点松有机会 但是这个时间点也许就是 你比较好进场 有可能应该大概是在 明年下半年的时间 所以我是觉得不用急 但是你就不要完全说我就不管了 你还是该看的案子 你还是看一看 你才知道 下一次你要进市场的时候 你就知道你开这个价格 可不可以了 对不对 现在的状况是 只要针对小白的话 自主小白不急 OK 好来 那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边 好 好 谢谢大家收听这一集的 房老吉 拜 好 好 有けれ 好 好 好 我 我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